大家看看2016年PAPER ONE SECTION A MC 第23條 第23條來說,當年的%增加到正確單來說,只有33% 看看這條為何難處呢? 其實之前的DSE都出過類似的題目,但這次問什麼呢? 這次問那間公司在這一年來說是多少 他就說1月1日2015,年初的時候,他就說 Mr. Lee創立了這間公司,就有10萬元 然後同日,firm took a loan,就借了銀行錢,就20萬元 去到年尾的時候,年尾的時候,他告訴你 Total Assets,A,Liability,分別是98萬和56萬 在年中間的時候,during the year,Mr. Lee makes regular cash drawings per month 每個月都拿,那你問究竟Net Profile是多少? 這個K基本上來來去都是用同一條式 然後跟著色就叫做 你要計算這個數,基本上就是用 Cosing Capital 就等於這個Opening Capital 再加Net Profile 再減這個Drawings 那如果它說有New Capital的話,那就加上New Capital Cosing Capital 基本上你用這條式,就可以幫你計算 是這一類型題目的答案 那我們逐個逐個例子 那你問,喂,好像不迷的,好像什麼都沒有 這部分我們要計算,Drawings有 Drawings,那我們先填一下 Drawings,它就說每個月都買5000 那就乘回5000,乘回5000,乘回12 這個好指,可以吧 這個,New Capital有沒有呢? 沒有的,所以是0,這個都填到 Net Profile是我們要找的Unknown 那就是繼續保持Net Profile 咦,喂,不是啊,還有兩個數未填 Opening Capital和Closing Capital 那怎麼辦呢? 那我想,Closing就是等於年尾 年尾的時候,它告訴你 Asset和Abilities各自有這麼多 好,那我們說,C當然是什麼 A減L嘛,於是我們把Asset 即是說,98萬,減到56萬 的話呢,應該呢,就可以解到這個 Closing Capital 好了,然後它說,Opening Capital 怎樣呢?Opening Capital 咦,那大家看看年頭啦 年頭的時候,李生創立了一間公司 就擺了10萬元 咦,那擺了10萬元就對了 咦,那擺了10萬元就對了 就是Closing Capital Capital就是冬主放的錢進去 咦,那10萬元 咦,那後面他說,On the firm The firm put out of loan 我20萬,這樣算不算嗎? 那這個呢,就要小心了 這個就不算的,因為它是Liability 而不是Capital 所以這個Case呢,就不算 但不是啊,你會問 那不是A等於C加L嗎? 那好了,如果這個Illusory 上面1st of January的時候 那個Case呢?那你看看 那你看看這裡吧 1st of January,如果我們說 A,C,L 用回我們平時很常見的 即是左右兩邊升那個 的Effect的話呢 它第一個,Cashback就放了10萬 即是這裡增加10萬 Capital也增加10萬,對不對? 那這個是第一句說話 第二句,它就說 Perfirm to a loan from a bank 即是Asset呢,增加20萬 但是Liability呢,也增加20萬 那問題是來的 我們在看什麼 我們在看什麼 Capital嘛 Capital由始至終 都是增加了10萬 所以對應回 就是只有10萬 OK,那這裡是這樣可以的 於是到最後計算一下 Net Profit 你可以試一下 計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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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萬 減56萬 那就42萬 再減10萬 之後呢 之後呢 應該調到的就是加了 加... 1410 應該就算到38萬 這條是有一點複雜的 不過呢 如果使用色機 都可以解決到的問題 問題 好看